充滿活力與能量 這是越南湖知名市給外界的印象 但對很少見到 機車快速穿行的CNN主播來說 這樣的景象正是一大考驗 路邊體驗越南市的理容 從一旁還有一輛接一輛的摩托車 呼嘯而過 我認為它是賠償的 有時候車輛車輛車輛 他們只用賠償的速度 速度速速 就是這樣 謝謝先生 往傳統市場裡的宅小走道 同樣有機車來來回回 就連看慣大風大雨的CNN主播 也快要崩潰 你去哪裡嗎 你已經崩潰他了 你已經崩潰他了 旁邊的太陽馬戲團 國寶級的竹馬戲團正在上演 我倒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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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good 那是很厲害 簡單的演出 濃縮從以前農村到現在快速發展的變遷 展現出越南人的風格 因此竹子成為整個演出當中最少不了的成員 這個很困難 但這個很穩潰 對 所以它很利益 對 而且這不是只是個招式 這就是一個主角的角色 和主角的角色 不只在大劇院裡保有傳統 在胡志明市還能感受有千年歷史的水中演出 水池就是一個舞台 在水中靈活游動的金龍 全靠泡在水裡的木偶師靈活運作 就像醫師 就像醫師 重量的 硬碎 浮游泳 在100度的溫度 Cream mother always used to wear these when she used to fly fishing 看起來簡單 但要讓這些木偶的活靈活線 不但辛苦 而且是一門藝術 好 開始到女兒 我沒有問你 Rudy 你怎麼知道 他就說他死了 他很開心 他需要很多強力 很多強力 很多經驗 對 我想走一份 但這個確沒有 這個太多了 越南在不斷因為現代化轉變的同時 也嘗試保留這些樸實又傳統的藝術方式 就像吵鬧但充滿能量的胡志明街道 竟然而然会找到其中的秩序 体别新闻综合报道